尊敬的全球战友好 我是小福利 欢迎收看每日快讯 自由号news将每天为您分享全球最新动态 传播最新灭共资讯 幕后黑手 加沙的一家医院遭到袭击以后 八届主席阿巴斯取消了原定与本周与拜登总统举行的会议 约带也宣布取消拜登与阿拉伯领导人的峰会 美国10月17日公布了对中共国半导体出口新的限制措施 禁止向中共国提供由英伟达等公司设计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 并将两家中共国芯片设计商 沃尔县城Mothread和Biren列入贸易限制名单 这是美国阻止中共获得尖端技术来加强军事和监控能力的最新举措 一个由大约110名议员组成的美国两党团体致信拜登总统 要求追究伊朗资助哈马斯的责任 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限制伊朗与中共的石油交易 并向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支持哈马斯的国家施压 10月17日 在新中议长选举的首轮投票中 共和党提名人吉姆·乔丹获得200票 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获得212票 二人均没有获得一掌职位 所需要的最低数217票 阿肯色州命令 先政达在两年内出售该州160英亩的农田 因为该公司为中共国身份的人拥有 参议员汤姆 科顿认为 美国不应该向加沙提供援助 就像美国当年不向纳粹德国提供援助一样 援助加沙只会延长哈马斯的统治 众议员迈克·麦考尔透露 在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前 哈马斯的代表就在俄罗斯 他说 俄罗斯、中共和伊朗都是共谋 并一起努力破坏 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关系和利益 以色列下令关闭包括 逼安在内的诸多加密货币账户 并扣押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只在阶段哈马斯通过加密货币市场 接收和转移资金的通道 中共开始对公务员、国际员工实施更严格的私人出国旅行限制 同时对这些人员的海外关系进行审查